第八十九章 试探 便是引起了全装的震动 当下几乎所有人都是跑出了屋子 目光惊骇地望着近视半空的原理漩涡 这是 林孝等人也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房间 当他们在看见那原理漩涡时 先是已惊 旋即便是面露狂喜之色 父亲成功了 激动与狂喜布满着所有人的脸庞 这段时间他们如此的龟缩 正是在等待着临阵天的突破 不过索性这一天终于是来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雷谢两家了 林肯面色战红兴奋得喃喃道 一旁林孝和林芒也是重重的点炼头 一个家族若是拥有了圆丹静的强者 那实力足以用飞跃来形容 到时候别说是在青阳镇 就算是在那严城当中 林家都是能够有着一些地位 毕竟即便是严城中的一些那些势力 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拥有着圆丹静强者 呵呵呵 等将那雷谢两家解决后 我林家便是能够以此为据点 进驻严城 那里高手如云 才能够让得我林家加快发展 林孝笑道 文言林肯与林芒也是颇为的赞同 严城就算是在整个天都郡 都算得上是重城 若是能够在那里稳固发展 林家的势力也会突飞猛掌 在林孝等人带着一些激动与期盼的谈话时 那竟是半空的原理漩涡 突然剧烈的倒了倒 而后竟是化为一道道 肉眼可见的原理气柱 随着原理漩涡化为气柱 一道身影 猛然的自密室之中暴虑而出 然后居然是直冲半空 仰天张嘴 一道拇指大小的光点 从其嘴中喷出 那光点一出现 那漫天的原理气柱 便是如同受到了牵引一般 飞快地汇聚而去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原理气柱 都是没入了那看上去 并不起眼的小小光点当中 而随着最后一道原理气柱 涌进光点 那光点的光泽 也是变得越发明亮 最后光芒散去 化为一枚拇指大小的 纯白色珠丸 这就是圆丹吗 林栋目光凝聚在那小小的白色珠丸上 在那之中 他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悍的原理波动 那种波动比起天元镜后期 简直就是不知道强上了多少 而这便是圆丹镜强者的最明显标志 凝聚圆丹 林栋双眼眉眉 凭借着出色的精神力 他觉察到 在临见天那枚圆丹的表面上 还有着四道极为细小的星文模样 四星圆丹 见到这一幕 林栋眼中 也是略过一抹诧异 在圆丹凝聚而成的时候 地元镜与天元镜所吸收的阴煞之气 与阳刚之气的重要性 便是彻底的展现了出来 同等级的圆丹 有着不相同的品质 而取决于这个品质的最重要元素 便是阴煞与阳刚二气 圆丹的品质有着九星之分 林震天是刚刚成型的圆丹 便是属于四星圆丹 这其实并不算低 毕竟以林震天以往 所吸收的阴煞与阳刚二气 仅仅只是天地间最为普通的一种 想来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吸收了大量矿洞中的 特殊阳刚之气的话 它的圆丹品质 顶多只能达到二星的地步 而现在能够成型四星圆丹 想必就算是林震天本人 都是感到格外的诧异与惊喜 半空中林震天张着嘴 将圆丹吞入体内 身形轻飘飘地落到一棵巨树之上 圆丹静的强者 虽说能够短时间的制空 但却依然还无法办到 欲空而行的地步 林震天的身体落在大树上 并没有丝毫的动作 但却有着一股 奇特的气势蔓延而开 呼吸吞吐间 竟是有着圆力翻涌 跨入圆丹境 方才是真正的 在修炼一道上 登堂入室 不愧是圆丹境 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林震等人看着林震天吞吐原力 不由得满脸羡慕 圆丹境强者的手段 的确远远不是天元镜能够媲美的 好强的气势 这便是圆丹强者的实力吗 林冬目光泛着异光地 盯着那站在树顶上的林震天 由于精神力强横的缘故 林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如今的后者 体内蕴含着何等强悍的力量 不知道 以我如今的精神力 能否与圆丹境的强者交手 林冬舔了舔嘴 眼睛一转 突然窜进密林当中 他很想试试 他的精神力究竟是达到了哪一步 树顶上 林震天居高灵下的腐烂着整个铁木桩 感受着那种举手投足间 较至以前强悍了十数倍的力量 他那苍老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了一模满意的笑容 雷家 我林家隐忍这么多年 也是该向你们讨债了 林震天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遥望着七阳阵的方向 喃喃自语道 声音落下 林震天身形一动 便欲飘飞而下 然而其身形刚动 面色确实猛然一变 在他的感知中 一股无形的强悍力量 突然从天空上扩散而开 最后竟然是直接的 对着他冲了过来 精神力 浮尸 无形的精神力 让得林震天面色一沉 身形击退 与此同时 一拳轰出 凶厚的原力暴涌而出 面前的空气 直接是被压迫得 发出尖锐的音爆之声 呜呜地响个不停 林震天的拳头 重重地轰在 那空荡荡的半空中 紧接着 竟然是爆发出 一阵低沉的闷响 那股浑厚原力 如同受到了什么无情的阻拦一般 在碰撞之后 徐徐地消散而去 林震天身形不断后退 一道道一尘浑厚的原力 呼啸而出 接连不断地轰在半空上 下方的林震等人 此刻也终于是回过神来 当下 面色都是大变 这铁木桩中 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可怕的敌人 警戒 搜装 林震面色阴沉 吏声喝倒 听到林震的喝声 那些护卫 也是急忙分散而开 寻找着 任何的可疑之人 那应该是精神力 恐怕出手的是一位浮尸 林肯面色难看地望着 那林震天不断地对空狂轰 低声道 文言林震和林莽眼角 也是忍不住地抽了抽 他们林家什么时候 招惹了这种对头 难道是雷家派来的吗 半空中 林震天在打了十数拳后 身形也是落下了地面 目光凝重地望着半空 再觉察到那神秘而强横的精神力 并未再度逼来时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先前的交手来看 对方很有可能是一位 一印甚至二印浮尸 若是对方真正全力而为的话 谁胜谁输 还真是两说的事 这位朋友不知道究竟是何方高人 若是我林家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请尽管说 老夫可以向你道歉 落下地面 林震天抱拳朗声道 虽说那先前的精神力在不断地攻击他 但林震天却是能够感觉到 后者似乎并没有下狠手 这样看来应该也不是对林家有什么深仇大恨 林震天的声音在半空中浑厚地扩散开来 不过却并没有引来什么回答 而先前那呼啸天际的强横精神力 也是在此刻散于无形 仿佛从没存在过一般 见到没有什么回答 林震天也是只得叹了一口气 皱着眉摇摇头 在林震天他们因此而有些忧虑时 那后山密临深处 盘坐在一棵大树上的少年 突然睁开了双眼 虽说面色略微得有点苍白 但那毛子中却是充斥着亢奋与激动 林震天从来都是未曾想到过 他这一直进展的极为顺利的精神力 居然能够强横到这种地步